我说过去改革方四十周年 包括房改前十年 这个其实实际上有很多经验 或者是我们可以说 有些地方做对的地方 导致我们这个市场在快速的或者是成长 包括大家的这个住房条件 城市的发展确实有一个长足的进步 那您其实是这个里面的非常深度的参与者 您觉得这里面可能我们特别需要遵循 或者是需要吸收的这样的经验 继承的这样的一些经验是什么呢 中国的发展应该是说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跨越的阶段里头发展 比如说住房市场化 土地市场化 它有一个发展的快速增长过程 但涨到一定阶段以后就撞了墙了 再不解决后续的问题的话 所有的改革最后走向的是失败 不能因为曾经有过一段快速发展 就认为它可以持续的发展 不是的 比如说土地败卖制度 在初期的时候 你认为它是靠市场化来分配 谁签多是给谁 但后期我们看到它是政府炒地行为 导致是地板高了以后 天花板也高了 这种就不可持续了 那么在最初人们短缺的时候 这个因为制度缺陷而造成的损失是小的 而因为制度这个开放而造成的收益是大 反过来呢 就是现在是收益是小的 损失是大 已经进入这样一个阶段 你要再这么持续下去 几乎就是收益没有了 全是损失了 但后期我们看到是改革走到一定程度以后 再不解决这些根本上的问题 就蹭步难行 您觉得就是二十多年的这个 防改以来二十多年的这个时间里 您觉得非常值得去纪念的这种 人或者事情 被大家淡忘的是杨慎 八十年代时候住建部的副部长 杨慎当了中国的防协一二三四届的会长 他应该说是立过功劳 但他那时候是完全计划经济的一个起步过程 所以大家会把它遗忘 他没有在后续的过程中再发挥更多的作用 八二年的这个宪法修改土地归工归城市 这应该是属于邓小平的功劳 九零年的土地召开化制度应该是李鹏 九七年的防改应该是中期 这都是我们重要发展阶段 而此后呢 应该是国土部的八三一大线 02年6月1号是英国土地召开化 九七年的时候 银行给个人住房贷款 也是一个重大的改革 它也和中国的发展经济联系 而后08年政府工作报告实际上提出了房地产的基金 包括瑞斯中间化 但是没有实行 到现在才开始做正式的实行 这中间耽误了十年时间 这个是不是可以理解呢 这个市场配资源和市场均价价格也是改革开放过去最大的一个经验 或者进步最大的一个 改革目的是要推翻计划经济 但是改革在发展的过程中 并没有完全脱离计划经济 因为最初是从商品化的经济 转向到市场化的情形 因此在商品进入市场经济的方面呢 开放的比较早 而其他的一些并没有完全按照市场的方法开放 尤其是中国涉及到最根本的产权制度问题和土地制度问题时候 都没有进行开放 所以我们的改革是摸石头过河的过程 但是最大的石头没摸走 或者说通促到最大的石头的时候 大家都不敢动它 我个人觉得房地产市场的改革的不彻底性在于土地制度 从国家层面说 有两个重要的问题 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 第一个就是土地制度问题 如果土地不能作为产权的基础 中国就永远不会有产权 历史上有句古话叫土地是财富之母 当土地归起的时候 人们才可以把大量的资产投入在土地之中 然后产生了其他的一些财富重造 如果土地不贵几的话 没有人会把更多的财力投入到 故人自然投资的 它也不可能有一个社会的长期观点发展 那么有人说为什么大家在拼命的买房子 因为至少房子是现在中国法律上规定 使用产权期限最长的 你买一块宅地地或者买一个农耕地 可能就30年的充高钱 房子起码有70年 第二个改革的重大问题就是 除了土地之外 很重要一个就是政府要保障低收入人群的财产权利 联合国人权公约里头要保障的是居住权 但是我们国家的制度从中级23号文件的改革时候 房钱进入市场化的改革文件中 提出的是经济适用住房只卖不租 所以它保障的是低收入人群的财产权利 那么当你保障低收入家庭的财产权利 所有人都寄到了市场里头 而大部分国家是把它分开的 低收入家庭的人不需要到市场里头去买房 同时政府鼓励建立低收入家庭租得起的这种租赁市场 我们可以从全世界的情况看 无论是美国英国日本 所有的国家发达国家都有德国政府提供的一部分保障房 但这部分大概没有超过20%比例 比例都比较低 德国最高可能也就17% 但是它的租赁市场巨大 靠什么呢 靠的是鼓励私人住房进入资本市 进入这个租赁市场 比如说有租赁合作社 租赁银行等等 而租赁合作社 比如说德国70%以上的是私人 比如说日本 租赁市场的70%以上也是私人 而我们现在提出的叫多主体 从来只有三个主体 要不然是国家 要不然就是机构 要不然就是私人 而我们现在实际上砍掉了私人的腿 因为你不准购买第二套 第三套 那就不可能用私人的力量去购买房产 而变成作林市场 这个对整个制度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大据 我先声明一下 我没反对中央政策 你总说这个不是我说的 今天大家都听见了 我这个坚决用户中央政策 我没说老实这个反对中央政策 是试图影响中央的政策 是我们在现场 一千两百多号人都可以替您作证 没问题 第二个就是过去的政策呢 有个问题是这个文农里说的政策不出中南海 所以那个政策老落实不下去 上行下打的问题 这是文农里说的 今天呢不一样了 因为今天的政策叫做四个看齐意识 所以要都看齐了以后啊 就中央说什么就是什么了 所以也可能过去的政策变化 和今天政策变化不一样 所以我们说不确定性就是 我们还不知道今年 最后中央要出台什么样的房地产政策 还不知道 那么所以国内的房地产 就是我们只能用统计数据告诉大家 过去已经发生过的统计数据 告诉大家的什么东西 所以我今天就说了个这么东西 所以都是统计数据 至于海外投资的 要分为几类 不要以为在海外买房子 都是为了投资 一个叫投资移民 因为很多国家 为了拉动当地的房地产呢 用投资移民政策 你得给我买了房子以后 才能解决 为什么 投资移民在中国的过去城市里头 有很多也有 什么意思 就是政府有一个责任 特别是国外政府有责任 我必须解决 哪怕你是难民 也得解决你的居住问题 不能让你住大街上 如果你要移民的时候 你没有房子 你不投资房子呢 我就得给你解决房子 政府就得掏钱 所以他在投资移民政策里有一条 叫做你得买房子 至少你自己解决了居住问题 别把它变成我这个政府的负担 为什么德国的难民发生问题呢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 也是因为难民没劲住 他不买房子 所以难民问题 在德国已经引起争论 在欧洲引起争论 因此英国才脱欧 不要买房子 认为你是投资买房子 是原因之一 其实是因为 当地国家政策里头约定 我不能让老百姓说起大 这样我必须提供租房 你必须买房子才能移民 这是限定条件 因此很多是为了获得境外资格 资格里头有两个 一个是身份资格 就是我变成国际了 一个是居住资格 居住资格里头有时候是 比如说美国绿卡 不等于是国籍 但是你可以长期居住 像西班牙 像很多国家都这样 第三个就附带的价值 就是你的自己上学问题 教育问题 它可能影响了 你要租房子可能更贵 你买房子也可能还升值 所以到你卖了房子之后 小孩毕业了 卖了房子之后 你还能赚钱 所以这个投资移民里头 有涉及这个 另外一个情况 又真是为了赚钱而去投资的 比如在美国 纽约啊 洛杉矶啊 旧金山啊 有几个场地 就是这样 就是买房子就能赚钱 为什么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到地区去移民 越来越多的人 愿意去接受国外教育 连罗永图这种 这个经贸部的副部长 部长都 子女都去 孙子辈都去美国教学 这个接受教育 都堵都堵住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汇率变化问题 当年美日本这个 从汇率从 320日元和380日元 320日元换一个美元 到了7080日元换一个美元 多了四倍 等于钱呢 还是这么多日元 但是顶着变成四倍了 于是他就到境外 到美国去买了大量的房子 买了房子以后啊 那个大家都知道 他把那个第五大街 那个大楼买了 洛飞罗大厦买了 买了以后最后又卖了 卖了的钱和买了钱 按美元计算是亏了 但是按日元计算 他赚了 因为后来的货币 又回到了150、160 所以他等80块钱买的时候 他那边又赚了 就是变成日元的时候又赚了 所以这个汇率变化 也导致境外投资 中国前一段时间 因为汇率大涨 从八点几一下降到六点几 6.1、6.2人民币了 所以那时候境外投资的时候 会赚很多很多钱 你们看报表上 这个潘石屹在前几年 从境外借了很多钱 江青比较会搞着管 所以他那个才有二点几的这个利率 所以他从七点几的人民币一换换回来以后 等于他那个报表上 这个报表上利息啊 利息支出是付的 他不但没付利息还赚了钱 因为人民币升值造成 他还钱的时候已经变成六点几了 所以七点几到六点几这个这个差了一块多钱 远远大于他2.5的 因此我们看看美国 从福特 从这个洛克菲洛到 巴菲特到比尔盖茨 为什么总是最富的这一帮人在拼命地去做社会公益 为什么在这次特朗普宣布减税的时候 所有的富人联名 说不要给富人减税啊 因为他们认为 如果不能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的话 他们存在的财富就会随时产生危险 我们可以看到 我刚才举个例子 当公共汽车被划了一个道德会弄得很脏的时候 你可能很不关心 觉得这和你没关系 因为它是公共财产 但你的私家车如果被别人弄脏了 或者被别人划了一道的时候 你会很心疼 那么如何解决呢 你必须要改变这个社会状况 让所有人都不再存在一个要划你车的心理的时候 你这个社会才能安定 所以企业家就在努力地做这些事 中国的企业家虽然只有十几年的发展过程 但已经把更多的精力和金钱财富都用于建立社会公益 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说的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个先富起来是帮助后富的人 也许从整体的社会情况来看 我们还没有看到 这些先富起来的人都拿出钱来去帮助后富的人 但是从我们的社会公益组织大量的出现 可以看到企业家群体在这中间正在做这样一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过去没有人做或者不能做呢 是因为没有企业家的生存环境 这个生存环境包括我们没有慈善法 因为慈善法刚刚出台 比如说我们的曹德旺先生 36个亿的公共捐款要收到6个亿到7个亿的税 那我们还有企业家会去做这件事情吗 那么新的慈善法出台以后 它就可以不交税了 或者交很少的税了 当有了这种税收制度的优惠说 是不是会有更多的企业家拿出钱来去做这些社会公益 那么就是不是能帮助更多的穷人 去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 这要比你政府单掏出钱来去做扶贫 强十倍二十倍三十倍 效果是大大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认为企业家群体的出现 和企业家未来的发展过程 一定会在中国掀起一个 富起来的人帮助穷人的高潮 而最终让这个社会的环境得到充分的改善 谢谢 我个人觉得阿拉善集中了一大堆企业家 最重要是他们有无限的爱心 在所有的科技成果面前 创新面前 我就知道一句话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如果我们不能善待地球 我们一定会受到地球的伤害 如果我们不能善待大自然 大自然一定会无情的报复我们 而作为企业家 非常深刻的会认识到 如果你不能善待你的顾客 你就一定会被市场所淘汰 这是我们所有企业家 最清楚的一件事情 人类在地球发展的过去的几万年中 最重要的是忽略了地球 对人类的重要性 今天我们仍然看到很多的企业 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今天的发财 建立在未来几代人的牺牲上 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 不能因为我们现在所做出的 对地球的保护 去获得生存的条件的话 就等于把我们后代的生存的力 在地球上获取自然和谐发展的力 都在今天消耗掉了 80后的一代特别强调的是说 要有一个好爸爸 找工作是这样 上学是这样 如何如何是这样 全都是这样 你们可以想象 13亿人中有几个好爸爸 公务员都加起来不过800万人 处理级干部全国算起来60万人 你们有点数量概念 有多少人能沾上这个好爸爸的光吗 所以你们总认为 有一个好出身的人一定是利用权力 其实你们错了 所以我在第一篇给80后的博客里告你 我不是天生就进入了国有企业 而是在首先我复原以后是在北京市的一个联社的一个集体企业工作 工作了四年多时间 炸油饼 进了华眼公司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是因为这个老总要通过我去调查我手下的一个人工作情况好不好 他要把那个人调到华眼去 在我们的谈话中他认为我更适合于去 才偶尔把我调去 你们也不想想 我那个父亲站得那么高 从中央单位能不能管到牺牲区的一个驱逐企业 他中间要隔的七八级 他够得着吗 特别是在他退休以后 他够得着吗 所以你们总还要是先说我有一个好的出身才如何如何 我可以说我最伤心的就是因为有这个出身 因为文化大门给我们的经历是全是痛苦的 你们是没看到挨打的时候 你们是没看见住牛棚的时候 所以你们可以说因为你有一个好出身如何如何 而我们猜一下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都是那个最痛苦的阶段 在人生经历需要增长的阶段 或者说开始承认和认识社会的这个阶段都是最痛苦的阶段 你们承认不承认中国再发展起来 你们承认 但是你们在很多的言中都会说 中国更多人是穷人 不承认已经形成了个中产阶级 那么都算起来富二代有多少个人呢 13亿人里头有多少个富二代 我们按10%的高收入家庭算 一亿三千万人 对不对 一亿三千万人里头的 我们再取10%最富的富二代算 别忘了我们12万块钱以上的个人所得税交纳者 一共才加这400万多 就400多人 所以你们自己看看 你可能看到了一个地区有10个20个富二代 但是就全国13亿人中有多少个富二代 就不能给家庭算 你今天做到了吗 如果有限就不短于你 那现在就开始就完成了 你这些行车的さ个是没有